那我们今天呢,有三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呢,就是生存之外 第二个呢,是你了解自己吗 第三个呢,是每个人都具备的觉察 我们群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些问题 我也看了,有亲子之间的问题 然后有自己对自己情绪和习性的问题 也有想了解我到底是谁 也有人呢,想知道宇宙这些问题 那我觉得是这样 我们就,我今天呢 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看见回归呢 我觉得它是,它不是说我告诉你一个答案 它也不是我给你一个答案 而是这中间,我说的是一个方向 是一个理 然后你通过自己的探索 你通过自己的观察 你通过自己的思考 你去拿走,你属于你自己的那个答案 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看见回归呢 它的时间比较长 差不多就是有几十节课的这个时间 那我想的就是,我从一个宏观 从一个整体 而不是单一的从一个琐碎的一个问题的角度 去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从一个更宏观的这样的一个角度 一个更完整的一个角度 然后当我们了解了一个完整 当我们了解了一个全部 当我们了解了一个整体的时候 我们站在那个全部 我们站在那个整体之上 我们再来看我在生活中的那些问题 我再来看我在工作中出现的那些问题 我再来看身为一个个体的人 我的那些困惑的时候 你就会看得特别特别的清晰 如果我是一直纠缠在那个问题里面的时候 当我纠缠在那个问题里面的时候 我反而会看不清楚 所以说我们现在呢 我们就是暂时把我们心中的那些疑惑 把我们的那些问题 都暂时的先放一放 都暂时的先让它安放在那里 然后我们就是顺着我们看见回归这个课程的脉络 然后我们一点一点的去深入 我们一点一点的去了解 在我们看见回归的这个课程里面呢 你一定要带上觉察 你一定要带上你自己的思考 你一定要带上用你的身 用你的心你自己去探索 就是那我觉得你自己探索出来的 和你自己体悟出来的 才是真正属于你的 那我们今天呢 就先来开始我们的第一个主题 我们的第一个主题呢 是生存之外 为什么我要把这个 今天第一节课的这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呢 就是生存之外呢 是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的成人的世界里面 在我们成人的头脑里面 在我们的概念里面 在我们的模式里面 它已经深入了 就是这个生存 它已经深入我们的骨髓 深入我们的血液 深入我们的每一个细胞 我们的每一个 我们的每一个思考的方式 我们每一个行动的方式 我们的每一个念头 你真的去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都带着一种生存的恐惧 然后我们再来 纵观一下 我们就是再来回看一下 我们自己的 不管你今年多大了 我们再来回看一下 我们自己的这个过往的岁月 你也会发现在那些过往的岁月里面 我们会把这个生存 作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会把这个生存 作为第一要素来考虑 比如说我们再去选择这个 我们有了孩子以后 我们去给孩子 从从开始去选择幼儿园开始 然后让他上什么学校 包括到了他开始上大学 高考结束以后 我们让他去大学这个时候 去报考什么样的专业 然后到了我们参加工作 我们要选择哪个公司 你会发现 我们都是以生存为第一要素 所以说这个生存呢 生存的焦虑和生存的恐惧 生存的恐慌 它深入我们的血液 它深入我们的骨髓 那我们看见回归的这个课程呢 我觉得它恰恰 它恰恰是生存之外的 它和我们的 它不是在讲一个生存的技巧 它也不是在说一个生存的技能 它说的都不是这些 它是想让我们 想让我们就是 抛开我们那些固有的模式 抛开我们那些所谓的 为了生存下来的那些模式 因为我们也只有带着绝材 我们才能看见深入骨髓的我们的那些生存的模式 所以我们这个看见回归呢 是生存之外 在这里聊的呢 不是物质 它不是一个可触的 它不是一个可摸的 它不是一个可视的 它是一个 你可以说它是精神 它是我们我们这一个月聊的呢 都是一个无形无相的精神的一个一个东西 所以说它是在我们生存之外的 但是它又确实存在的 所以第二个主题呢 就是你了解自己吗 就是我我被我们每个人呢都被定义为人 那我们呢都是人 我们对我们的身体了解多少 我们对我们的记忆 我们对我们的情感 我们对我们的情绪 我们对我们的精神 我们对我们 我们对我们人到底了解多少呢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 啊我很了解我自己 我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的性格 我知道我自己呢 啊是什么是什么样的爱好 其实当你带着觉察去看自己的时候 当你带着觉察 什么是觉察呢 就是当你作为一个旁观者 当你作为一个冷静的旁观者 再来看你自己的时候 我觉得他这个他这个来看我自己 已经他也不是一个简单的 单纯的看见我的情绪啊 看见我的念头 我觉得他也不是这样一个 而是而是我啊我 我先去反问一下我自己 我对我我对我们的人 这个人我对我的身体 我对我的情感 我对我的物质的或者精神的 我到底知道多少呢 我觉得就是啊我们就带着这样的一 一种探索带着这样的一份思考 开启我们这个看见回归的课程 因为我会因为在走这条路 走了这么多年 我会发现很多时候啊 不管是我们在关系中存在的困惑 还是我们在陪伴孩子时候存在的困惑 还是我和社会之间存在的困惑 或者说我的信念啊 我对我自己的这个生命存在的困惑 其实很多时候是源于不了解 是源于我不知道 是源于我根本就没有去 我根本就没有去探索过他 我根本就没有去思考过这个问题 我根本就没有 我根本就没有去看见过他 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所以说呢我们看见回归的课 我觉得就是我带着觉察 我们这个群的这个名字叫重新养育自己 那我们现在呢都是零岁 要说到这个零岁 我们现在呢都是出生的婴儿 我们现在呢都是出生的baby 现在呢我们都带着一颗不知的心 就是你会发现我们现在每个人的头脑中 都充斥着我知道 我们每个人的头脑里都有很多很多的 我知道 我知道这个世界 我知道这个社会 我知道我 我知道的知识 我知道的文化 我知道的信仰 我知道的 就是我们每个人每个人都有太多太多的 我知道 那我们现在呢把自己变成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自己 我不了解我自己 我不确定我自己 我不知 然后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份不知的心的时候 我们才能开启这样的一份探索 我们才能开启这样一份觉察 我们才能在这一份觉察中 对自己 对我们的自身 有一个深度的思考 有一份深度的洞察 有一份深度的警觉 这个时候 当你开始逐渐逐渐的去了解你自己 当我们开始带着觉察 逐渐逐渐的去开启我自己 你就像那个真的就像那个婴儿一样 就像那个婴儿 他 他不知道 有一个我 你看这个婴儿 他是没有我的 好像是我们群里边空白就问 那我又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呢 他 他就说 我又是从哪里生出来的 其实 我当我们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我 这个概念的 当我们没有我 这个概念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是 我们的头脑里面是不知 我们的头脑里面 没有任何的认知 没有任何的定义 没有任何的概念 没有任何的标准 当我们是婴儿时期的时候 我们靠着我们的觉知 来认识自己 我们首先这里面呢 我要想再说一下 就是这个觉知 我对觉知的这个概念 再说一下 为什么我想再重申一下 这个觉知的概念呢 是因为觉知 是我们本来就有的 觉知不是任何人发明的 觉知也不是任何人创造出来的 觉知不是从一个 它不是说就是 它不像这个某个物质一样 它是被创造出来的 不是的 觉知 觉知是我们生命 本来里面就存在的 就好像 就好像我们的眼睛 耳朵 鼻子 嘴巴 会看会听 会闻 会秀 是一样的 它是本来就存在的 只是我们现在呢 我们 我们完全的被头脑 我们完全的被概念所裹挟 慢慢慢慢的 我们离觉知 越来越远 慢慢慢慢的 我们迷失了 我们拥有的这一份能力 所以说这个觉知呢 它是本来就有的 我们现在 那我们这个七月 就是重新养育自己 我们用什么来养育自己呢 就是用觉知来养育自己 就是那个刚出生的婴儿 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呢 它就是用觉知 先去认识自己 它带着觉知 先去认识自己的身体 它不知道 这是它的身体 它只有一个觉知 然后它开始 你看所有的孩子 都会去吃手 然后所有的小孩子 它会想去 想去咬很多很多的东西 你会发现 这个所有的小孩子 都是这样的 它会想去翻身 它会想去用它的手 它会想去用它的脚 它会想去触摸 它会想去移动它的身体 这就是觉知 这就是觉知对身体的开启 就是它带着天然的这一份觉知 开始去认识自己的身体 但是在这个时候 它这个我并没有形成 在这个时候 它也并没有我 在这个时候 它的我并没有建立 所以我们是用了 基本上18年的时间 来创建出来了这样的一个自我 在我们创建自我的这个过程中呢 它是 它是有规律的 它是有迹可循的 所以我经常会说 当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的时候 我们不了解这个生命的时候 当我们不了解这个生命规律的时候 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陪伴孩子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陪伴孩子 如果你对一个 如果你对一个生命 如果你对一个生命的规律 就好像外面的春夏秋冬一样 你是知道的 当你看见树叶开始落了 当你感知到 气候已经越来越凉的时候 一夜之秋 你知道秋天要来了 这个时候你是没有迷茫的 你是没有困惑的 但我们现在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 我们有那么多的迷茫 有那么多的困惑 我现在越来越肯定 和越来越确定的就是 我们的那个迷茫 那个困惑 并不是对于关系的困惑 并不是对于我和孩子之间关系的困惑 也并不是我和伴侣之间关系的困惑 其实在这个困惑的背后 我觉得是生命层面的迷茫 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生命的规律 是我不知道这个生命 原来是有迹可循的 所以说 我不知道这个生命是什么 所以我才会有那样一种深深的迷茫 所以如果说你单独的把任何一个问题拿出来 我们现在单独的把我们 像我们的这群里面三百多人 我们如果单独的只是说那一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你那个问题 你是没有办法去解开的 你是没有办法 你是没有即便我告诉你答案 你要怎么样去做 怎么样去做 你也是没有办法去 你没有办法去行动 你没有那个心力去行动 你也没有办法去解决那个问题 所以说 我们先要给自己一些时间 一定要给自己一些时间 一定要给自己一些时间 你现在是那个刚出生的婴儿 你的头脑里面空空如也 对一切都是不知道的 然后从现在开始 你就开始带着觉察 开始带着觉察 去觉知自己的身体 带着觉察 去使用自己的身体 带着觉察 去观察自己的情绪 带着觉察 去观察自己的情感 带着觉察 去看见你的情绪 是怎么样的一种 它是怎么样的 就是 它是怎么样的流动 它又是怎么样的凝固 你就这样带着觉察 因为在我们的生命之初 我们就是这样的 我们就是这样 创建自我的 我们就是带着觉知 开始一点一点的来 开启我们的身体 我们带着觉知 一点一点的来认识 和启用我们的身体 然后我们也带着觉知 一点一点的去认识 我们的情绪 其实我们我们现在就是 因为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人 不明白这个生命的规律 我们我们都没有创建 我们都没有创建这个自我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每个人呢 存在的那些心理上边的 一些问题 包括就是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去 虽然说我们的头脑知道 但是我们依然没有办法去 拨开我们的习性 我们依然是被我们的习性 紧紧的控制住 然后我虽然看见了 但是我依然没有办法去 依然没有办法去做到 我觉得这些 这些所有的 它都是需要一个时间的 它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要这个过程 而直接到达 不要这个过程 直接到达目的地 我觉得这个过程 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足见了增长了我们的心力 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过程呢 一定是波动的 一定是高低起伏的 这个过程呢 也是无常的 你会发现 你有一段时间很稳定 然后你又会发现 你有一段时间 你处于一种崩溃的状态 非常的不稳定 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你越来越确定 你越来越确定 你的心力在慢慢的增长 然后也是在这个过程中 通过觉察 通过觉知 通过观察 你越来越接近 你越来越了解自己 你越来越了解 就是真正的这个 我们不是说要到达某个目的地 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所以说我觉得把它 把我们的这个看见回归呢 给它形容成列车 特别的恰当 因为每一个站点 每一个站点 都会有不同的风景 然后每一个站点 每一个站点 我们的每一个人 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我们的每一个人呢 都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你要知道的就是 带上你的秘密武器 觉察 开始去认识自己 开始去了解自己 然后呢 你会慢慢慢慢的 看见一个生命的规律 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呢 从二十多岁 应该是到六七十岁 每个每个年龄段都有的 那我在这里呢 也就是想说一下 在这里也简单的来说一下 今天只是做一个 简单的粗略的一个表述吧 就是这个生命的规律 其实你真的会发现 你会发现 我们从零岁到三岁的时候 我们开始用觉知 来开启我们自己 来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体 同时呢 我们也用觉知 来认识我们的情绪 你会看见 其实这个小孩子 他也 他 他也在去认识自己的情绪 他在去 包括你看这个孩子 特别是 我觉得在六岁之前的孩子 他们的情绪都是非常的大起大落的 六岁以后 然后这个孩子 他的情绪才会逐渐的稳定 其实这个时候 你就会 你就会发现 就是 他也在 他通过他的哭声 他通过他的 他在体会 其实 就是这个 这个六岁之前的孩子 他真的就是 他在体验自己的情绪 他在体验恐惧 他在体验害怕 他在体验喜悦 他在体验他所有一切的情绪 他在体验他自己的内在 而且 他会天然的 他会天然的知道 他会天然的知道 这是 这是我的情绪 这是 你的情绪 就是他对情绪 他不会有一种共生 就是你看我们现在 我们的成人 我们的成人很害怕什么呢 我们的成人很害怕的就是 很害怕关系的冲突 我们非常害怕关系的冲突 我们非常害怕 关系当中呈现出来的矛盾 但是 我在 我在陪伴孩子的 这几年的过程中 我发现 孩子面对 我的情绪 他是极其极其冷静的 他会很明显的 他会告诉他没有语言的时候呢 就是他的语言的表达 还不像我们 还不像我们成人这样 但是他会有行动 当我有情绪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 他告诉我的是什么呢 他告诉我的是妈妈 我爱你 他不会和我的情绪有共生 而是他 有时候他是过了这件事情之后 就是当我的情绪已经平稳的时候 他才会来告诉我 刚才是你的小魔鬼出来了 刚才是你内心的小魔鬼出来了 我在发 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并没有就是 我就 比如说 我在我发情绪 或者吵完他以后 他会对我说 妈妈 我爱你 我没有 没有当成一回事 可是我发现 有很多次 他就这样表达 很多次 他就这样表达以后 我发现了孩子和我们成人 这是最大的不同 我们成人是怎么样 当你有了情绪的时候 对方更有情绪 这就是我们是处于一种情绪共生的状态 但是这个小孩子 他是怎么样呢 他天然的 他活在自己的内在 他天然的知道 他有那样的一份知道 他有那样的一份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他知道那是你的情绪 他可以不和你共生 而且他会 你看很多时候 当我们在 我们伤心的时候 我们成人伤心的时候 我们哭泣的时候 我们失落的时候 我们坐在那里 独自哀伤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孩子 尤其是年龄越小的孩子 我觉得应该是四岁之前的孩子 他很多时候 他会怎么样 他会过来 他会跑过来抱抱你 或者说 他会跑过来亲一下你 或者他会跑过来抱着你说 妈妈我爱你 为什么 我在想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 是因为 他们和我们的情绪不共生 这就是 觉知 他还活在他自己的内在 他能够天然的分得清楚 但是随着 我们慢慢慢慢慢慢的成长 当我们到了成人以后 我们就已经是 越来越混沌 越来越混沌 我们就已经被很多很多的概念 被很多很多的东西 束缚住了我们的内心 我们内心的那一份天然的清明 我们内心的天然的那一份清凉 就已经消失了 不存在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就是 带着觉知 重新去养育自己 然后当我们带着觉知去重新养育自己的时候呢 你真的会发现 生命的规律 就是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 0到3岁 然后3到6岁的时候 他 你会发现在2岁多的时候 这个孩子他就会经常讲 这是我的 他已经逐渐了形成了 比较粗犷的一个我 这是我的 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这是我的名字 这是我的玩具 然后你会发现 2岁多的孩子 他们经常会因为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两个人在争吵 这是我的玩具 这个时候他已经 他已经开始慢慢慢慢的有了一个我的形成 那这个形成呢 他也是天然的 他也是自然的 然后 你会发现在这个生命的规律里面呢 是所有的人 是包含了所有的人 就这种规律 他是 他不分东方 他不分西方 他不分亚洲 欧洲 北美洲 他不分这些东西 他是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我们的生命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种 有迹可循的规律 然后你会发现 等到了我们 我们 我们18岁 我们经历青春期 然后我们 我们到了 中年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到了 30岁 当我们到了 40岁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 我们的内心 开始有一种 我觉得我们的内心 开始有一种萌芽 我觉得这个萌芽是什么呢 这种萌芽是 我想了解 我自己 就是 你或许说是 因为我的生活中出现的问题 因为我的生活中出现了困惑 也或许是因为 就是 我已经获得了 拥有了很多的物质 我已经获得了 拥有了很多的 就是这种爱 但是 我依然感觉不到那种幸福 不管是 出于什么 你会发现 到30多岁 或者说40岁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 想去了解我自己 我会想 我会想去了解生命 这种意识呢 它有可能 它是模糊的 它不是那么样 它不是那么的明了 但我们会想去 我们会想去探索 我们会想去琢磨 我们会想 我们会想去了解我自己 这就是 作为一个社会 作为一个 对于社会来说 那一个成人 大概就是是18岁 但是 我觉得从生命的规律来看的话 一个成人 一个成熟的人 他开始去 探究生命 他开始又 又想去知道 生命的起源 那我觉得是从 是从40岁 然后你会发现 你像有一个 我们群里面 有一个姐姐 她今年呢 是52岁 那和她一起 种花的朋友 然后就是 比她小两岁去世了 那还有她一个朋友 现在呢 也是在病房里面 然后你又会发现 从50多岁 然后到60多岁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不得不去面对死亡和衰老 我觉得你如果真的静下来 你如果真的就是 跳出我的头脑 跳出我的经历 跳出我的情感 跳出我的故事 你真的作为一个观察者 你做 你做 你这个观察者呢 就是你看到普遍的 所有的 就是一个规律 就像春夏秋冬一样 当你看见了这个规律以后 你心中的那个祸和迷茫 就会越来越少 然后你带着这样的一份 就是这一份清楚 你带着这样的一份明白 你再回到你的生活当中 你再回到你的生活当中 你再去面对你工作中的问题 你再去面对关系中的问题 你再去面对生活中的问题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心上有一种德行应手 你会有一种清清楚 你会有一份明了 这就是 这就是我们 我们所有的祸 我会觉得是因为 我对我们 对我们自身了解的太少太少 比如到了某个阶段的时候 然后我们的身体 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们把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呢 给它定义了很多很多的病的概念 有这样的病 有那样的病 那我们把它 我们把它称之为疾病 我觉得你也可以带着觉察 开始去了解身体 带着觉察呢 开始去了解 去体会这个疾病 这个不是 我觉得就是 它不是说别人告诉你的概念 它不是别人告诉你的 而是你通过你自己的觉察 通过你自己的探索 通过你自己的思考 你自己体悟到的 这个时候 你对身体 你对疾病 你对自己的情绪 你对你过往的故事 你对你当下的生活 你有了重新的一份认识 我觉得这个就是觉知 嗯 然后你看见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个体 都在这个生命的长河之中 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在这个生命的长河之中 然后这个时候 你再来看你这个个体 你再来看你这个个体的时候 它的确是非常的平凡 它也的确是非常的平常 但是你也看见了你这个个体 同时它也非常的伟大 所以你你这个时候 你站在你站在一个完整的角度 你站在一个生命的层面 再来看自己的时候 它是不一样的 你不会给自己贴很多的标签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认为 习性是我 我和一个朋友聊天 他就说 他就说有一次呢 他和他女儿之间出现了一些问题 然后有一个人呢 就说这是你的问题 这是你的问题 你女儿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当时呢非常的接受不了 他当时就说 我没有 他说都是我的问题 我的孩子难道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我在陪伴孩子的这个过程中 花费了很多的心血 我花费了很多的精力 我花费了很多的时间 我给了他很多的陪伴 到头来还是我的问题 那不就意味着 我所做的所有的一切的努力 全都是白搭了 我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一点功劳 他就倍感失落 然后我就跟他聊 我说你一定要明白 你一定要明白这几个字 我的问题是什么 你要了解的是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只是用语言说 这是你的问题 这是我的问题 其实它是习性的问题 它是一个习惯的问题 但是当我们没有觉察的时候 当我们没有觉知的时候 我们就看不见我自己的习惯 我就看不见我自己的习性 而且我错把那些习惯当成自己 我们经常会说 我很自卑 但是你也请你反问一下自己 自卑等于我吗 我们说我很抑郁 你也反问一下自己 抑郁等于我吗 我们可以说 我很自信 那也问一下你自己 自信等于我吗 我们说我很焦虑 你也问一下自己 焦虑等于我吗 当你逐渐这样去反问自己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们都只是存在的一种元素 但并不能完完全全的代表你 这就是觉察的力量和觉察的意义 如果当我们没有觉察的时候 我们就会陷入那一个念头之中 我们就会陷入那一个感受之中 我们就会陷入那一个事件之中 我们反反复复的一直在重复那样的一个念头 我们一直在重复那样的一个故事 我们一直在重复那样的一种经历 然后我们会说 那就是我 那个抑郁就是我 那个混乱就是我 那个习惯就是我 当没有觉察的时候 我们会认为这些所有的都是我 但是当有了觉察的以后 你会发现 它们就像风一样 它存在于天地之间 但是它只是一种元素 它就像火一样也是一种元素 它像水一样也是一种元素 它像土一样 它也是一种元素 这些所有的元素 让我丰富和体 体验了这个丰富的生命 但它们并不等于我 你带着觉察 越来越看见了什么呢 看见了自己的局限性 你看见了自己的 看见了自己的标准 你看见自己的那个局限 你看见了自己的无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课程 是看见回归 有一次 我自己在静坐 我在静坐的时候呢 我看见 我看见了什么呢 我看见了情 就是情感的情 我看见了这份情 对我的伤害 这份情 这份情是什么呢 我看见了 我以前从来没有觉察到过的 我认为 我认为的一种绝对的真理 我认为的一种绝对的正确 然后我用着这样的一个绝对的真理 和绝对的正确 我不仅是这样去要求我自己 我也同样希望 我身边的人 也能 也能这样做 我也用这样的东西 来要求我身边的人 我看见了 我 我黏着的这一份情 我看见了他对我 对我的身体的一份 伤害 我看见了 当我 我去感受 就是我去感受 我去觉知我的身体 我发现 我的肩膀 还有我的这个腰部 都有一种疼痛 包括我的腹部 都开始出现一种疼痛 然后当时 当时我就是 当时我就有这样的一句话冒出来 这句话就是 我们总是说 伤害别人 就是伤害自己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 应该给他反过来 这句话反过来 就是 伤害自己 就是伤害别人 因为 我们从来都不知道 我们从来都不知道 我们在伤害我们自己 而且我们从来都不知道 我们用什么 在伤害我们自己 我们用一种 我们用一种 固有的 意识模式 我们在 深深的伤害自己 我们却浑然不知 当我看见的时候 我拿着这个东西 我在伤害我 我在伤害我自己的同时 其实他已经深深的伤害到了别人 可我却浑然不知 当我看见的时候 我的心中真的是 无限的感情 真的有 真的就有一种大梦初行的感觉 就是 如果说我没有这样的一份看见 我没有这样的一份觉察 我大概要在这一种伤害里面 度过余生 而且我是浑然不知的 我浑然不知 这个东西 它正在伤害着我 而且它是 它是 它是一把刀 利刃 我在每天都在伤害着我自己 我却从来都不知道 而且我把它认为 我把它 我还拿着它 我认为它是真理 我认为它是最正确的 我认为它是最高上的 我认为它是最纯粹的 当我看见的时候 真的是大梦初行的感觉 我那一天我就觉得 忽然间心中就是 生出了很多的这种忏悔 我因为 我觉得 是因为我 我根本就没有看见过 就好像有一天 我陪我的孩子在那里玩玩具 然后他的玩具呢 就扎到了我的脚 我就说 哎呀玩具扎到我的脚了 我就啊了一声 当时我的孩子说什么呢 他说妈妈 你要给你的心道歉了 因为他说的这个话 很出乎我的意料 然后我就问他 我又又问他了一遍 我说你说什么 他说你要给你的心道歉 我当时听了以后 其实就是 就我就在想 他说我要给我的心道歉 是啊 的确是我要给我的心道歉 因为 我们经常说不小心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的呢 因为我没有好好走路 因为我在走路的时候 我满脑子乱飞 我的思绪乱飞 我根本就没有在好好的走路 我身在这里 但是我的心根本就不在这里 我的确是要给我的心道歉 这就是我在昨天的时候 跟大家说 我们乘上了这般列车 我们要带的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觉才 当你带上这个觉才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会看见很多你以前未曾看到过的 你会去看见很多 你以前从未体会过的 你会看见 你有很多很多的一种绳索 它缠绕着你自己的心 它把你的心呢缠得死死的 然后当你看见的时候 它就松绑了 你每看见一条绳索 你的心就松了下来 每看见一条绳索 你的心就松了下来 然后你的那个本心的清明 就越来越会呈现出来 所以这里面呢 还要再说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概念吧 就是我们经常会说 要修心 要修心 我在这里想说的就是 我们的本心 我们的本心 我们的初心 它是不用修的 它就本来如此 它就本来就是如此的干净 它本来就如此的纯粹 它本来就如此 我们现在需要看见的是 是什么让我们的那颗本心 不再那么透明了 是什么让我们的本心里面的那种喜悦 让我们本心里面的那种爱 让我们本心里面的那种快乐 没有办法呈现出来了 它是本来就存在的 它一直都在那里 一直都在那里 所以我们把这个课程呢 称之为回归 什么是回归呢 是你不要再着急了 你不要再着急的 再往前走了 你不要再着急的 去追寻一个结果了 你不要再着急的 再去奔向那一个目的地 奔向那一个终点站的 它没有在那个地方 它在起点 它在我们生命最初的那个地方 它没有在未来 它没有在以后 它在这个当下 所以说是回归 所以它不是 你不要再去追逐了 有很多时候 我会对很多提问题的人 我就会跟他们说 你现在先不要去想你这个问题 你现在先不要去解决你这个问题 因为它的每一个念头 它的每一个细胞 它的心心念念 都在那个问题之中的时候 它就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 它就处于一种不清明的状态 在那种混沌和不清明的状态的时候 它就没有办法去看见它 它就没有办法 它就陷入了一个 它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之中 这就是觉察的第一步 就是你一定要慢下来 你一定要慢下来 你不要再去着急的去要一个结果 你不要再着急的想 我要赶快知道答案 我要赶快去知道 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不 你首先你要慢下来 你先把这所有的一切都给它 都给它暂停在那里 然后你只是去 你只是去觉察 你只是去观察你自己 你只是去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觉得在这个 这一个月的里面呢 我希望我们的伙伴们呢 你真的是 你真的要去练习 你真的要去关注你自己 你真的要去观察你自己 你不要去问 我去关注我自己 我去观察我自己 它到底有什么意义 它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它能让我获得什么 你先不要去问 你每天你花上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乃至更多的时间 你去和你自己待着 和你自己的那个内在的不安 你和你内在的那个焦虑 和你内在的那个无能为力 和你内在的那个喜悦 不管你的内在发生了什么 你都只是去观察它们 你都只是去和它们在一起 你不排斥它们 你都只是和它们在一起 这个就是观察 然后慢慢慢慢的 你会发现 它们有它们的规律 你的意识 无法控制它们 你不 你这个时候 你就 你就放下了 放下了我们最喜欢的 我们所有的人 都是喜欢控制的 我们去 我们喜欢去控制 我们的身体 我们 我们喜欢用我们的意识 去控制我们的身体 我们每个人的头脑里面的 我们的头脑里面 都要有一个好的身体 所以我们想要一个好的身体 我们就觉得 我就要让我的身体变好 所以我们想去控制我们的身体 我们想要一种喜悦的状态 所以我们想去控制我们的情绪 当你做了足够的观察以后 你会发现 你不需要控制 它们有它们自己的规律 就好像 我们不是去控制风 我们不是去控制雨 我们不是去控制太阳 我们不是去控制月亮 我们 我们只是去观察 我们只是去观看 我们只是去觉知 我们只是去感知 我们去感知 我们去感知我们身体 感知我们身体的变化 我们去感知一个念头 升起的时候 它带给我们身体的感受 我们去感知一种情绪 带给我们身体的感受 我们就是这样做一个月的真正的践行者 你去感知 你带着觉知 你去感受这所有的一切 但一定要记住 你只是去觉察 千万不要有什么呢 千万不要有定义 因为我们头脑的模式是习惯了定义 我们头脑的模式习惯了定义是什么 我们会对每一个念头 给它一个定义 这个念头是好的 然后我们会对另外一个念头定义 这个念头是恶的 这个念头是善的 我们会给情绪一定义 这个情绪呢 是好的 是正向的 这个情绪呢 是负面的 这就是我们的一种 这就是我们习惯了概念的 我们每个人的现在头脑里面充斥的 全是这些概念 全是这些好坏对错 是是非非 你来看一下你的头脑里面 是不是充满了这样的一种二元的对立 你只需要觉察 你只需要去感知 你只需要去感知 它带给你的感觉 它带给你的感受 它带给你身体的变化 你只需要如实如实的去看见就可以了 就像一面镜子 猫来了照见猫 狗来了照见狗 人来了照见人 男人来了照见男人 女人来了照见女人 小孩子来了照见小孩 他只是如实如实的知道 却从来不会去有任何的定义 却从来不会去有任何的评判 好是评判 坏也是评判 美是评判 丑也是评判 这些所有的评判 这些所有的评判 你都给他扔在一边 你只是如实如实的知道 你去体悟这些所有的过程 你纠结的时候 你就去体悟这个 你就去感知 感受这个纠结的过程 痛苦 你就去感受痛苦 喜悦 你就去感受这个喜悦 你去观察它 它是怎样流进了你的身体 它又是怎么样的消失 当你做了越来越多的观察以后 你就会发现 你不会再想去控制它们 你只是和它们同在 你也不会再想去定义它们 你只是和它们同在 你也不会再想去排斥它们 而是它们丰富了 它是丰富我们生命的元素 然后 就带着这样的一份觉察 你越来越看见 一个如实如是的世界 你越来越看见一个真实的自己 和一个真实的世界 而不是活在一个概念中的自己 和定义中的世界 我觉得触摸真实 才是最有力量的 我们现在经常说的 我知道了 但是我做不到 我头脑理解了 但是我没有办法去践行 我觉得这所有的一切呢 都还是因为 我们没有足够的觉察 我们没有足够的去 去看见 这些所有的规律 当你有了觉察力的时候 当你看见了这些所有的规律的时候 你自然心上会越来越明了 越来越清晰 在这一份清晰和明了之中呢 你的本心就越来越呈现出来了 所以当你了解自己的时候 你知道 其实它是一个很有意义 并且很很有趣的事情 因为当你在了解自己的时候 你就了解了人 当你了解了人以后 你想想吧 我们现在都是 我们在家庭中 我们和谁打交道 我们和人打交道 我们暂且他不说他是男人女人 我们不说他的 他是爸爸妈妈 他是孩子 他是伴侣 我们在家庭中和人打交道 打交道 我们在社会中和人打交道 我们在工作中和人打交道 我们一辈子 终其一生都是在和人打交道 可是我们却对人并不了解 这就是我们会 我们的心头会有很多很多的祸 当你在去看自己的时候 当你开始去了解自己的时候 你对人 人类越来越了解 越来越了解 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清楚 你了解自己的情绪 你就了解了他人的情绪 你了解了自己的恐惧 你就了解了他人的恐惧 你了解了自己的欲望 你就了解了他人的欲望 你了解了自己的无知 你就了解了他人的无知 你了解了自己的愚蠢 你也就了解了他人的愚蠢 然后你对自己 越来越了解的时候 你对人越来越了解的时候 我觉得 我经常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我觉得你就好像 你就好像掌握了一种 掌握了一种隐性的 不为大家所知的 但是他又是 却是极其重要的一个 一个东西一样 当你越来越了解的时候 当你对人越来越了解的时候 然后慢慢慢慢的 你就会延伸到所有的关系之中 然后你就会 你就会再去去看 你会有一个更宽广的一个角度 你再会再去看 我也讲过 你再会去看这些 这些所有的关系 所有的关系 然后你会再去 再去重新定义自己 当你把这个东西 越来越了解的 越来越了解自己 越来越了解人 越来越了解身体 情绪 情感 就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真的 会有一种 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你想把它用在商业上 你真的会做得很好 然后你把它用在亲子之中 你把它用在我们的生活的 某一个点上 你都会成为 那里的一个佼佼者 虽然你不在意那个结果 但它肯定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 觉察真的是一个 如果说 没有捷径 那我觉得觉察就是 就是一个捷径 捷径 它让我们 它让我们能够 看见 很多 我们自认为 真相的 假相 它可以让我们 少走 很多很多的弯路 但是这个 再重申一下的就是 觉察 它是本来就 本来就存在的 它是 从我们 呱呱落地的时候 它就在那里 现在 它还在那里 它一直都在那里 我们现在就是 今天呢 是 第一天 那我们就 开始我们的 觉察之旅 然后 七月 重新养育自己 去认识自己的身体 开启自己的身体 使用自己的身体 当你身体有疼痛的时候 你去觉察它 你去看见它 当你 当你的情绪 起起落落 念头 起起伏伏的时候 去看见它 去觉察它 只是知道 而不评判 这就是我们 今天呢 看见回归 第一节课的一个分享 就是在接下来的这些时间里面呢 今天呢 只是一个概速 是比较粗犷的 那我们会 就是接下来的时间里呢 我会把这些 比较粗犷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的 生命的规律 包括 这个 觉察 包括就是 把这个生命的规律里面呢 任何的一个点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的认知 认知的形成 我们的感觉的形成 我们的情绪的形成 我们对自身的一个定义的形成 那我们都会 就给它有一个系统的一个 一个讲解吧 然后 我们能够越来越清晰的去了解 我们的这个生命 我们能够清晰的去了解我们自己 然后我们就 再加上我们的这一个 不断的去觉察 不断的去感受自己 我相信这一个月的时间呢 我们每个人呢 都会从生命的维度上来讲 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那我们今天下午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所有伙伴的陪伴 接下来的时间呢 就是把你们如果 请去感谢各位leg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